空中力量 空军新型战机 于2000年在贡嘎机场进行高原试飞 测试中国新型战机的高原适应能力及作战能力 香港有军事评论员指出 近年解放军航空兵大规模全国拉动演练 显示空军战略机动力从东南到西南无远浮解 据北京媒体引述中国空军大笑称 美军太平洋总部前司令布雷尔海军上将说过 我们尊重位于大陆的解放军的权威 但是必须让他们明白 海洋和天空是我们的 虽然解放军绝不能接受美军在海洋和天空的傲慢 但事实警告中国 现代空袭具有战略上的致命性 以天机资讯为之称的现代空袭 大可灭国 如科索沃战争中的南联盟 小可杀死敌方领袖 以色列在2008年12月驻迁行动前 采用空中清除26次 炸死17名敌方军阵领导人 现代空袭具有对抗上的不对称性 和功能上的超越性 现代空袭的功能早已超越单一的空中 延伸到陆地和海洋 证明现代空中力量 点燃成为陆地海洋争端的裁决者 八大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在空天领域早已形成力量失衡格局 目前呈现进一步拉大之势 四代机与三代机的模拟空战结果 是一边倒的240比2 这意味着国家安全的主动权被夺走 无战自败 据美俄媒体报道 在中国航母制造计划还未宣布之时 美军以谋划找出它的硬伤 并依靠强大的海空战力 猎杀解放军的航母编队 据美国海军时报认为 中国没有巡洋舰 现役的驱逐舰和护卫舰能力差 使中国航母不得不加装大型防空武器系统 导致通信系统缩水 联合作战能力被弱化 另外舰载机数量和空间都不足 航母战斗群的战斗力受到影响 美军可以切断解放军航母和护卫舰的联系 依靠强大的海空实力 猎杀中国这样的松散的航母编队 这新闻很清楚啊 这个美国对中国还是非常忌惮的 虽然中国已经有60年的这个军事建设 但是它的武器装备 特别是海军的武器装备 确实是和美国和世界一流的海军 还有相当的距离 那么这个距离呢 正在迅速补上 在这个距离补上之前 中国是要倚弱对强 但是没关系 因为中国的海军只是四大军种之一 他在中国近海作战 甚至是在中国的沿海作战 都会得到陆军空军和二炮的有力支持 整个解放军230万是一个整体 还要加上人民战争的力量 所以美国即使是有办法打中国的航母 中国也有办法打美国的航母 而且中国更有办法打鸟还打巢 把这个有关的一些这个外军的基地打掉 那么使外军不能有一个持续作战的能力 我们从这一次这个海军节 也可以看到各国海军都存在着千姿百态的各种的差异 归根结底的一条 就是各国都要有自己的特色来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 我们且看看我们的前线直击的董家药有什么给我们 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青岛啊 中国的解放军海军的北海舰队其中一个码头 可以看到呢平常这个码头肯定是戒备森严 因为这是中国海军北海舰队 非常重要一个军事码头 这次呢特别像海内外的媒体开放 特别重要是参与中国海军舰军60年 同时呢有将近20多国家的他们的海军的五官 以及呢10多个国家的军舰参与 来参与这次的一个大的展示的活动 那么现在我站这个码头 大家看到我身后呢就是这次参与这次海军多国交流活动当中呢 可以说是俄罗斯来的一个导弹驱逐舰 也是号称这次吨位最大的一艘先进的导弹驱逐舰 透过这次活动啊其实各国的海军除了是互相交流以外呢 更多也是互相的窥视互相近距离的观察 包括目前最新的这个海军的装备 舰艇的可以肉眼看到的装备 我们看到比如说身后这个俄罗斯的这种导弹驱逐舰 光是从看到这个体积吨位 还有这个导弹的发射管等等这些呢 已经是非常的庞大和震撼 同样的中国的海军在这次庆祝舰舰军60周年 同时呢也是一个展示的时候 会出动什么样的舰艇呢 也是外间关注 我们知道呢整个活动啊 星期四才会举行到目前为止 中国到底会不会出动外军啊 或者外界非常关注的核潜艇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但是呢我们知道中国的几大亮点 一直是其他同行 包括媒体的包括海军最关注 一个是中国大型的水面舰艇 像是导弹驱逐舰 另外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核潜艇啊 不管是战术核潜艇 还是战略核潜艇会不会亮相 他们一直都非常关注中国的核潜艇是如何样式浮出水面 让大家来真正的看看 另外呢当然还有海军的航空兵 海军的陆战队等等 这是构成中国海军最新的一个实力的保障 同时呢其实各国的军人 他们在这种近距离 我们看到船一船之间呢 停泊的非常的近 在这种近距离的观察当中 也是看看各国海军官兵 他们的一种协同指挥 还有呢整体的一个风采和风貌 通过这种窥视和理解呢 也可以判断各国海军最新的一种战斗力 我们知道中国海军着力要走向深南 走向大洋 在这样一个开放的过程当中 也以一种新的姿态 新的心态去迎接别人的一种观察 是的加油这个现场直击 给我们一个非常直观的东西 但是我们还要看一个宏观的东西 下面看一个片 今年是中国海军建军60周年 海军于4月20日至23日 在山东青岛海域 举行以和谐海洋为主题的海军活动 包括俄罗斯美国在内的 五大洲29国的海军代表团 和14国21艘各型舰艇来华参加活动 届时将举行隆重的海上阅兵仪式 有报道称 中国统帅将在阅兵式上 对中国海军和装备的发展 做出重大宣誓 中国海军派出重要舰艇 参加海上阅兵式 务必达到对外展示实力 对内振奋士气的效果 中国海军经过60年的发展壮大 已建成由水面舰艇 潜艇 航空兵 岸防兵和陆战队 五大兵种组成的战略性 综合性 国际性军种 成为一支有效旅行 捍卫国家主权 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应对多种安全威胁 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 海上钢铁长城 我们主张 不论小国弱国 还是大国强国 都应当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和有关的国际法 通过平等协商和谈判 和平解决海上争端 相互信任 而不无端猜疑 相互借鉴 而不刻意排斥 相互尊重 而无高下之别 防止和避免 海上军事竞争 甚至冲突 是的 我们看见海军司令 吴司令说的好 其实是硬话软说 要争取和平的严谨 严谨就要有和谐的主题 我们现在再看看 董家要怎样去感受 青岛军港和谐的气氛 那么我现在呢 是在这个中国北海舰队 他们青岛的这个海军的码头 其中一个码头 参与这次中国海军建军60年 中国海军阅兵的舰支 包括这艘导弹驱逐舰 在我身后 同样在这个码头当中呢 还停着其他国家的军舰 参与这次多国的海军展示的活动 我们知道 先介绍一下 我身后这艘呢 是中国的导弹驱逐舰沈阳号 那么可以看到呢 它是非常先进 也是中国现役的海军的导弹驱逐舰 根据舰艇的官兵给我们介绍说呢 这艘舰艇目前呢 属于现役的啊 这中国具有一定的作战的 先进攻击性的一个导弹驱逐舰 而在它旁边呢 依次停泊 向前面停泊的法国的军舰 后面呢 还有新西兰的导弹护卫舰 可见在这样一个 原来中国非常神秘的北海舰 所以我们先进攻击世 对那时 那我们先进攻击世 到现在我们先进攻击世 然后我们先进攻击世